别动 别动 瞧瞧 孙大师 我卡里还有钱 足够你出镜的 你 你别在这儿换掉了 行不行 不是我 是我们 我们三个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走 也可以没有你 妈 是 什么 什么我们三个 什么 什么出镜 他 他要干什么呀 瞧瞧 爸爸这次回来 是想带你出国 你喜欢哪个国家 美国 加拿大 还是欧洲 爸爸都可以带你去 不 我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不是我爸 你离我 我妈还有我爸爸远远的 你有多远就滚多远 你 瞧瞧 我猜是你的爸爸 你别碰他 你别碰瞧瞧 孟响 你别碰我 我刚才说什么 你碰我是吧 待会儿 听我说 我们先跟他走 如果我不跟他走的话 他会杀了你爸爸 出去先小心 快点 快点 瞧瞧 瞧瞧在家里 我是阿玉 阿玉 瞧瞧 瞧瞧 瞧瞧瞧四点 你看看 tub メ forcément 不要 你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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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 瞧瞧瞧瞧瞧瞧瞧 אר 就把乔丘给我抓好了 别到 别到啊 别到 都好好对一下 都好好对一下啊 都好好对一下 对呀 是你抱的枪 是你 孙大胜 你答应过我的 你不会上海瞧瞧 她是你女儿啊 我知道她是我女儿 我就想带她走 往下 关上 这人听着 警察 警察 快上来 我们警察 快 别到 快上来 瞅瞅 快上 爸爸只是想带你走 可是警察 我想不能带走 警察 瞅瞅 瞅瞅 我是妈妈 我是你爸 你爸 打枪 我是你爸 瞅瞅 别动 别动 瞅瞅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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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你叫我一声爸 求你了 瞧瞧 我是你亲爸爸 瞧瞧 从来没有人叫我一声爸 我求你了 瞧瞧 我求险了 我向你亲爸爸 chosen 叫你惦爸爸 求求你了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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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 瞧瞧 我求求你叫我一声爸 一声 rod 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走上正道 意思说 他这种情况肯定要延长性期了 爸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算是好呀 有情有义 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您这辈子 有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啊 有谁敢保证自己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有这样的人吗 我做过很多错事 对很多人都感到愧疚 对你 对你妈 对你牧人叔叔 有此人哪 有时候还是需要时间哪 时间能让人是会长大 你看清很多的人和事 但是有的时候 你明媚一切 却发现已经晚了 人都是这样 懂得越多就越不快乐 就像你小时候 你哭着哭着就笑了 长大以后就 很多时候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就哭了 老乔 我跟你说个事啊 有一个高人在背后指点我 百说百中 现在我买清原谷已经投了差不多 一天都万了吧 一天都万 小壮了一把 你有没有兴趣 把你那个草原母亲基金投进来 嫂子啊 这种事情啊 你们愿意做就做 跟我无关 我不感兴趣 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再见 打过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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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改天一起吃饭 好 我请 我请 好嘞 好嘞 拜拜 把我现在账上所有的钱 买进清原谷 对 全部 我知道 你们尽快判成股价吧 好 我安排完一些 尽快地飞过去 记住 当初套好的价钱 我要再加一成 阿郎 阿郎 你看 这怎么可能 怎么了 过来看 大体资源使用物的IP 怎么可能是清原的IP呢 清原的IP 怎么可能啊 老师 你确定吗 别说您不相信 连我也不相信 小刀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懵了 所以我赶快来找你 你知道吗 我相信你 你相信你 您真的相信 您真的相信这个遥远的风是清原里的内鬼 天哪 这成无间道了 是清原的内鬼 如果是清原的内鬼 必定是公司的高层 必定是公司的高层 这样证监会查起来会容易一些 如果是外面的人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 我宁可相信 你明白吗 这个遥远的风 现在到底是谁还没有查清楚 他太狡猾了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他跟张婷阿姨联系过 安若 是 先不管是谁吧 尽快向证监会举报 好 洪天 是我 乔乔刚刚发的朋友圈 你看到了吗 我 我还没有看朋友圈 等等等等 那个 谁 呗 那こ ologie 嗯 有一个项目 能不能看看 咱们能不能一块投资 投什么 草原母亲基金 清源跟大帝每年每家投一个亿 你觉得怎么样 我 我没意见 请问你们找谁 我们是证监会的 这位是金针科的刘警官 他是来协助我们调查的 请问你们哪一位负责人在 所有的那个 需要准备拜托的 这个 其实我们王仲天董事长 这些是证监会的同志 来调查我们公司高层 会议会进行股权交易的事情 好 欢迎 那里边他们 来 请 好 你们找谁啊 出去 出去 叶老婆 谁让你办的 喂 张婷 什么 听说金管机给我一位MBO 又揣坏了清源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什么神话的事 请进 老嫂 刚刚听说清源出事了 三公 银河方面已经冻结了清源集团所有的资金照顾 谢谢你股价地银河 清源集团全面进入了危机管理应急模式 这样吧 你帮我准备一些资料 我一会儿去趟市里 走 如果媒体的朋友给你打电话 口风一定要紧 就跟 进来 王总 跟他们开完会了 开完了 怎么样 聊得行吗 我真没想到这个 这个 老周太太呀 关键时候跟我站在一起 立场完全一致 说开除 太好了 我跟你说 你别看她平常那样 好像个个瑟瑟的 但其实碰到这种事 绝对是饥饿如仇 大包不平 不是 这黑白分明 有时候上了劲儿真也挺可爱 是 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说 刚才那个戴维斯先生来了个电话 他说跟咱们之间的合作 他还要慎重再考虑一下 我觉得是不是你把他给吓着了 这是怎么 怎么要打退堂鼓啊 他想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啊 我认为在大青山地区 甚至是全国地区 他再也找不到像我们这么热情 又真诚的合作伙伴了 你说的是没错 但是现在戴维斯先生呢 有这么一个提议 他说能不能先让他投资一个车间 只要你同意 马上签约 这资金也很快到位 我不考虑 我 不是 你听我说完啊 没错啊 咱们这个销售业绩看上去是不错 可是关键门来说 咱厂是不是还有问题 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 你再考虑考虑 我觉得要合作就全面合作 你这光投一个车间 这是什么意义呢 没什么意义啊 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地吃吗 狼吞虎咽的你也不怕噎着 不是 你一口一口吃是因为不饿 我现在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 我还能一口一口吃吗 我肯定是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我先不考虑他这个 刘永德跟我说了 说 说澳大利亚有一个什么乳业集团 正在国内找这个合作伙伴呢 刘永德的话你也信 你 不是 你 我觉得是这样 你 你可以谈嘛 他能找了吗 可以面对面的可以谈嘛 聊嘛 看看怎么回事 这不损伤什么是吧 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 不是 恶急乱咬人 我又不是狗 我咬什么人啊我 今天谁值班了 沐总 是我 那个三口冷冰塔好像有点动静 可能坏了吗 你去过去看看 好 我去 他怎么就吃这个 怎么不到食堂吃呢 这个行李家里有点困难 那个公分和加班费 都叫在家里了 我先来 再来 沐总 是不是该给公司两个公司呢 快了吧 怎么 手头不够用啊 够用倒是够用 就是 咱们厂子效益这么好 这面上这么些起 也该关心关心咱们这职工了 我总觉得王总这段时间 把我们都给忘了 忘了 怎么可能呢 你还记着刚开始建成 你还给集资来的对吧 那也算股东啊 我们能把股东忘了吗 你相信我 王总这段时间忙完手头这点事 肯定给大家找到你了 行吗 回去吧 怎么搞的 疲惫不开 看一眼的 一晚上没问我说 哎呀 我当初看二十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一晚上洗三十堂 你要不和我 哎呀 你洗多少 洗 我也洗 这我让汪霞给洗 嗯 你汪霞给洗了 折磨我呀 没完没了地折磨我 哥 你说他是不是 得那位什么产后抑郁症啊 我这个这个我还真不懂 你当时同样的 也 也没这样啊 对了 刘永德这次表现得不错 南方市场啊 一下就让他打开了 嗯 业绩呢 排在花头的上面呢 是 刘永德这个人呢 你不得不用啊 但是你有时候对他也不得不防 啊 是不是 行 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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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